在右手邊 右手邊那個牆上面 那個最底下那個最出的發送管就是 把那個泥跟水一起抽下去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進入的這個隧道呢 底下就兩個 兩個大的 兩個大的隧道 管道是從 右手邊的這個 山裡面 裡面是裝水的對不對 然後他是打通的 穿到左手邊的那個 後直 那是因為在民國52年9月 他已經蓋好了 還沒有正式啟用 可是來了一個葛樂里颱風 聽過的請舉手 大家都超過年齡了 這個葛樂里颱風來的時候呢 他的進水量 已經到達原來設計量的90%了 所以 非常的擔心 他會壞掉 會超過 會議題 所以他就 六十幾年 他就開始重新檢討 然後 要開始做這個 這個這個 增加他的排水的一個隧道 那 後來就 原來他是六個 每一個 開紅道呢 閘門全開是1900立方米 就是1900噸 一秒鐘 他是六個 所以是11400噸的水 一秒鐘 一下就 一個 一噸的水桶 這個不鏽鋼水桶 大概這麼高 一噸 一下就是11400個 然後他是 一噸 一噸就多好的 22800 那這樣子 他還不太夠啊 所以 他就多了這兩條隧道 這兩條隧道 每一條就是 一秒鐘是1200 所以增加 又增加了2400 2400噸的這個 水可以排出去 那 這樣子 到目前為止 大概都還沒有超過這個量 所以 他有做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就是在當年是很痛苦的 為什麼 因為 在 使用中的水庫 你要在他的肚子裡面打個洞 然後要 重新做一些設施 那是很大的風險 不過 那後來的分層取水工也做了 我們出去左轉 那我們剛才 從那個隧道走下來的時候呢 就是 一個 石門 石門山的另外一邊嘛 就是新西州山 那我們剛剛走 新西州山底下 就是西州公園 然後 西州公園呢 走出去要過一條橋 叫做什麼橋 一樣 名稱一樣 西州橋 那 這個西州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等一下要過橋的時候 往右邊看 那個聚落叫做什麼村 它是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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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西州的旁邊 有一個煤礦 叫什麼煤礦 西州 所以你一直答西州就是對了 然後呢 你看右手邊 你就知道 所有的西州都是因為 河裡面 有土石 堆積在河的中間 那個中間這樣子堆積起來 它就叫做什麼 西州嘛 答案一直西州 西州到底喔 就一定對了 所以 下次考啊 就考實體 實體答案都是西州 你要是懷疑的時候啊 那你就完了 你就錯了 那時候算是豪華的 這個住宅區喔 那個 那個景非常的漂亮 那你的單位 就是四平 很小 所以很多人一買就買三間 其實就是 沒想到 那就這麼多了 您看